我們先帶大家一起先進到這個我們延期的OneNote群組 那各位呢 您進到我們這一邊OneNote這個網站之後呢 1234-1 您進來之後呢 OneNote可以從右手邊這裡有幾種方式可以登錄 最簡單的您就用訪客的方式 這個平台的話 我們下一次下個禮拜 下禮拜有一個延期是專門介紹這個所謂翻轉學習平台 那您用這個方式可以進來 那標準的方法您可以從這邊會員登錄 您可以選擇你要用這個社群的帳號進來 當然我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B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在可能是你自己就是安全性設定的問題上比較嚴謹的 也許會就是會沒辦法用FB登錄 那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您也可以直接用您的這個email註冊 也可以用email註冊 也可以 那比如說我有Gmail的信箱 我有Yahoo信箱 可是我不想跟社群帳號整合在一起 您就直接從下面這邊用註冊 那用信箱註冊方式 它會積縫認證信給您 你要去收信一下 上面這種方法就是您只要登錄了就OK了 好 就授權它可以 那如果呢 你覺得我今天只是來玩一玩而已 請直接用訪客就好 按下去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那你回家之後想要繼續用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把這個代碼記下來 然後呢 下次就打相同的代碼進來 那麼您的學習紀錄 您有加入的群組 或有看過的這個做的筆記 通通都會在裡面 這是這個平台比較特殊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用訪客的 點進來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八位數代碼了 那麼你把它記下來之後 我了解了 就進來了 但是有些人會說 我剛剛不小心忘記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沒有關係 您看一下我們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代碼還在這裡 代碼還在這邊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再看到您就的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一下 顯示成我自己的資料 你就從這個地方編輯個人資訊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打入你的信跟名就可以了 好 那等於說 它其實呢 您剛用訪客的方式呢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它自己的一個帳號 那帳號的名稱就是您的那個訪客代碼 所以也可以從這裡找到你原本的訪客代碼 好 如果你有修改過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延期的課程裡面呢 是放在哪邊 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發現裡面 對不對 那這裡面你滑過來 點下去總共有三種 好 那麼單元比較像單一個教材 好 那課程就像你現在看到的 它可能就是整個這個課程的教材而已 互動比較少 那我演習的部分 我通常我都會放在所謂的這個群組裡面 群組就有點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我就進到這個 麻煩你大家進來之後到群組 那我都通常撐到最後一刻才開放 就是我們一定會在第一個 好吧 那你回去之後呢 反正今天開放呢 後續就一直開放了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找到 這樣OK 那麼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我們家的啦 你只要打我的名字 你就會看到我有很多課程 我全部都是公佈在上面 好 都公佈在上面 你有興趣的你就可以看一看 好吧 那你來這邊找到這個之後 點進去 右上角這裡有個加入 因為有些同學或老師到這邊之後 就想說他會自動把門打開 就讓你進去了 你就只有在門外徘徊 請你按一下加入 加入之後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整個演習的資料 包括像各位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您在桌面上 是有一個這個資料夾 對不對 這些內容 除了在這邊以外 您也可以從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一些相關的檔案 然後呢 相關的連結都可以找到 我們今天主要的內容 會放在這個任務裡面 訊息就有點類似我們的最新消息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 演習的互動白板 這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那會後有一個問卷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簡報 在這裡 所以各位拿到的是 心智圖式的簡報 我們今天主要的內容 是放在這邊 這樣OK 好 那我這一段就